裡面的迴圈不只只有FOR迴圈 但是基本上我發現 其實講太多迴圈 對大家來說是很大的負擔 光一個FOR迴圈 可能就快要把各位的 腦力給大家已經榨乾了 所以我大部分就講FOR迴圈 不過FOR迴圈一個大概就夠用 你只要善用 主要用FOR迴圈夠用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Esser裡面就是一個範圍 那範圍一定是有列 列一定會有頭跟尾 對不對 然後呢 藍也是有頭跟尾 所以你用FOR迴圈 大概應用上面就夠了 所以如果還有別的 像度迴圈 壞爾迴圈 有別的迴圈的需求 那各位可以再去找相關的 書籍來閱讀 另外就是邏輯判斷 if then else and 這個也想固定的 然後另外就是and跟偶爾的邏輯 多個邏輯的判斷 或者再加上一個nots 如果你要加一個nots 就是在if跟sale中間加一個nots 上下顛倒一下就好 因為nots就剛好顛倒邏輯 用的比較少 不過也有可能用到 然後下一個畫面 這個是成績的函數畫面 然後這個是業績跟業績函數的畫面 各位可以從這個地方 那增結函數剛剛我們剛剛才講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畫面 看得起來比較不清楚的話 可以再到雲端上面去看一下 那我是沒有把那個完整的這個 這個這個程式碼放上去 如果有需要的同學在跟我說 是可以放上去啦 不過當然沒有幾個字 最重要是你要去體驗一下 那個打出程式的感覺 因為那個是最重要的 OK 好啦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中文練習題2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也是一樣要做出這個結果 那第一個當然這裡面也順便補充一下 因為下一個階段的題目也是會講到有關年齡的 比如說不曉得各位怎麼去計算年齡 像這邊的年齡它是用義爾 義爾這個F跟這個 這是今天日期 今天日期它這邊打的是93年 那換一下好了 應該今天日期要取得今天日期應該是 the day就好了 插入函數裡面有沒有 日期與時間函數裡面the day函數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取得今天的日期 按確定今天日期 然後年齡怎麼計算呢 這邊是用義爾 這個也就是取得什麼呢 義爾的函數就是取得年的部分 再減掉什麼呢 這個義爾的部分 那其實裡面紀錄的應該是2014 其實實際上看起來是103是民國年 不過電腦因為是 這裡是有環境是美國那邊做出來的 所以他們是以美國那邊的日期格式為主 那主要民國年是來台灣繁體化之後才有民國年的這個格式 所以2014減掉1916就是98 不過這種這種做法上呢 基本上會有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的這個年齡 你要計算應該是標準的 也就是說他這個2月28是用滿98沒問題 但是這個日期有沒有 他是8月1號 但是8月1號呢 還沒滿嘛 可是如果你用義爾的話 他會是已經把它當值得滿 為什麼 因為他是看年 他不會看月也不會看日 所以不準 所以這種做法 如果你是用這種寫法不準 那你可以用什麼方式來做計算呢 後面在下一個範例 日期與時間函數會講到 所以我們順便補充 有一個函數很重要 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你要計算什麼 年月日等等的相關的都可以用這個函數 可是這個函數很奇妙 他在插入函數裡面呢 是找不到的 在2000的版本沒有 2003也沒有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 可是呢 自己key就可以key得出來 很奇妙 但這個函數又非常重要 這個問題我到目前為止 還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有這樣 也許是不是有什麼 那個函數不是微軟自己的 他是用別人的 所以他不敢把它放進來 我不知道這個原因的話 還不是很清楚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要用那個函數的話 必須要自己打 那個函數叫datif dat dat datif函數 需要有三個參數 然後第一個參數的話 是前面的日期 就是比較舊的日期 就是他的生日 第二個函數的 第二個參數是給他的 後面的就是今天日期 第三個就是給什麼 你要比對的參數 包含就是說 你要比對是年還是月還是日 所以後面會有個 如果比年的話 是輸入一個y就可以了 那y之後的話 你把它打勾 這個時候呢 一樣這個日期一定是98 可是下面這個日期 我們把它填滿一下 這個地方 它要鎖起來 鎖這個F2 因為上面的這個日期 要固定 OK 好 那底下的日期有沒有 剛剛是103年 現在會變成102 為什麼 因為它還沒有滿 假如你把它改一下 改成5月 5月有沒有滿 5月滿了 OK 就103 所以Dedif 這個好處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計算 年齡的話 比較精確 我覺得應該用Dedif 用Ear可能會出一些狀況 因為它還沒滿 你就先把它當成滿的 那這個可能會有問題 好 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個地方的老人津貼 它的符合條件 總共 根據這個題目裡面 有幾個項目 我們重來做一次 就是說第一個 第一個它年紀要70歲以上 第二個是 要在台北縣市 那這個題目比較舊一點 所以我們 假設要台北縣市的話 這邊說有兩個條件 而且兩個條件都要符合 所以都要符合的話 是用什麼 用And 對不對 那我們這地方就插入函數 第一個 用邏輯函數裡面的什麼 If 按確定 再來的話 第二 有兩個條件 就是用And 這邊有用過 And 第一個條件是 這個年紀要大於70 而且要等於 它有一個函 瓜糊函 然後第二個是 它的條件 E5裡面的話 要前兩個字是 台北 有沒有 所以前兩個字要台北怎麼辦 怎麼怎麼做呢 就是前面我們有用過的 有講 有大概有提到的 可以用怎麼 用NAPS函數 瓜糊 然後呢 給它 儲存格 對不對 豆點 兩個字 瓜糊 這兩個字要等於什麼 台北 所以這裡的話呢 把台北兩個字打上去 台北 OK 這樣子 其實 又住在台北縣市 按確定 那 因為公式還沒完成 有不要再放回去 插入環數之後的話 公式就OK了 就兩個 OK 那其實之前還有同學 又問了一個問題說 老師那如果今天連高雄縣市都要包化進來的話 那怎麼辦呢 那變成說你要在And裡面 再加上 再加 再加 你要再加邏輯 就是除了這個之外 在這個地方 還要再加一個邏輯 那這個邏輯裡面的邏輯 就不是And 不是高雄 而且台北 沒有這種地 你住台北 而且又住高雄 不可能吧 你一個人 所以裡面的邏輯 就變成要用O 就是And的邏輯裡面 還要再加 And裡面還要加O 那這個地方怎麼加 特別是要 如果你要在邏輯裡面再加 And裡面再加的話 你可以這邊按確定一下 再把優標回到這邊 And 再跳到什麼 And的邏輯 如果你要跳哪一個 你就是點它跳進來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怎樣 先把它剪下來 空白的時候有沒有 再加O 你會發現 它會在And裡面再幫你加O 那第一個條件是台北 第二條件是高雄 所以高雄 你就在這邊加上高雄就可以了 這之前有同學問到 所以順便講一下 高雄 這樣的話呢按確定 再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再回到一幅的地方 它就會幫我把它加進來 And然後裡面有一個是年齡 後面這個是地區的 當然你可以自己打上去啦 不過我覺得自己要打正確的機率太低了 但是如果你藉由這個工具來做 比較不會做錯 好 那這個地方是補充說明 這個地方我把它刪掉 這個是高雄的 等一下如果各位有興趣可以自己再加 然後偶爾把它拿掉 OK 好這樣子 其實而且是台北縣市 如果會觸的話 那就是什麼 標準 反之的話呢 假設你就標標準 反之不標準 或者是符合條件等等的 給它一個訊息 按確定 其他應該沒有問題 OK 好 那就往下填滿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台北縣市 其他縣市就沒有 它就是符合 好 那一樣的方法 各位可以試試看 就是說 VBA怎麼做 另外的話就是 制定函數怎麼做 不過順便再多講一個 就是說 可是如果說將來有個問題 假如說我們這個比數 也許不是都是停在這一筆 如果說我們 以後你在做的時候是 for i 等於 你想說 5到 39 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將來我的那個 這個資料 它會變39 40 41 42 43一直往下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如果說要追蹤到最下面一個 那就會產生錯誤吧 那有沒有方法 可以 這個39 不要是固定的 這個39來源 可不可以是變成什麼 變成是一個自動偵測 它是在哪一面呢 當然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這個地方先做出來 公式部分應該不會太困難 就兩個條件 標準 或者符合條件 不符合條件 再來就是VBA 自力函數部分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然後 那剛剛講的那個 年齡就是用DATEDIF D A 它是一個DATEDIF函數 那DATEDIF函數的話 在那個超函數裡面沒有 可是在你要自己打上去 是沒有問題的 DATEDIF 後面的話就是加上你的那個 前面的日子 就是你的生日 如果說你要加一個生日 就是C5 然後再F2 C5F2 然後後面給它一個參數Y 這樣子也可以算出年齡 而且這個年齡的話 會是比利爾的 計算結果還來得更精確 因為會計算到 它有沒有滿 那個月 那一天 然後